今天的節目呢除了會有我們這個北決的OpenCode的決選演出以外 我們將在決選結束大概在8點半到8點45左右呢 接下來會有我們這個粉絲台北爵士音樂節的這個工作 爵士工作坊的一個生活發表活動 那我們每年都會辦這樣的工作坊的課程 那他都會是二到三天那包含是各式樂風的工作坊合奏樂器合奏的課程 以及就是我們甚至會有一些講座以及大師班的內容 那其實我們這些所有課程都是免費報名的 那就是當然今年的已經截止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也許能明年了 那這個其實今年的主題叫做決選祭 那大家也可以到我們的這個台北決選音樂節上面 官網上面也會我們今年就是想要跟台北市民說一些訊息 以及我們在這14年來就是我們台北決選音樂節是第14屆 那台灣台北的這個決選音樂圈 甚至這個演出的 無論是製作或者是創作或者是演出的活動也都越來越多 那決選音樂在台灣也是越來越彷勃的這樣發展 那也是希望各位可以繼續的力挺下去 那我們在演出的內容呢 將會在我們官網或什麼粉絲專頁都會有相關的訊息 那其實你只要Google就是台北決選音樂節那一定會找得到 對那我們就稍待這個小貓力寫五重奏 誰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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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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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